9月2日是蒋敬夫的生日,向来单身的夫妻今年,终于是女友陪着自己庆祝生日了,肯定与以往跟家人或者工作人员一起晋升是不一样的体验,到底有多不一样? 周周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,晚上,蒋敬夫的女朋友摔出了蛋糕的照片,乍一看当然是被这些点亮了的蜡烛所吸引了,一共齐根,另外两个是数字,27,没想到夫妻还这么年轻,以为他出道很久了呢,完全还是小鲜肉吗? 说鲜肉,鲜肉就来了,周周再定睛一看,发现这蛋糕有点怪怪的,下面卷得像花一样的东西感觉不像是奶油啊,到底是什么材料,是现在往上转移,周周才得以确认,居然是生的肉,此刻,周周脑海里出现了六个字,那就是,活酒界,成会啊,这体验果然是不一般呢,估计蒋敬夫也是第一次吧 图片的下方还配文,所以,该怎么解释呢?肉食主义者显然在这里用的不太符合情调啊,总之,这个小女朋友真的很调皮了,晚上,夫妻的女朋友,又另外晒出了两张照片,一张是近日受薪蒋敬夫开着病例的帅照,可惜夫妻现在显然没有以前那么帅了,头发续得很长, 还有胡家子没有T,再加上没有美颜,所以总觉得没有以前电视荧幕上的颜值来得高,不过底子还是好的,而且夫妻看,起来更喜欢离开娱乐圈的生活,她还曾发文感谢自己到处的选择 另外一张照片是两人的合影,夫妻的女朋友,满脸的婴儿肥,眼睛好大,佩戴深深的双眼皮,笑容很甜,牙齿又白又整齐,女孩显然是个内心充满了阳光的人,照进了夫妻的心里,温暖了她的内心,从此谁也离不开谁了,女孩还配文, 有时,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,爱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,她是我闪耀的启示,这个姑娘平日里,很喜欢发表英文的动态,所以虽然是日本女孩,但是英语应该也很不错, 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蒋敬夫平时,能不能用英文和女友无障碍交流,今天,蒋敬夫还收获了来自女友的礼物,大概是亲手做的相册,相册里有夫妻的童年照,也有两人的日常合照,不过蒋敬夫表示不分享全部了,因为这些都只能属于她自己,看得出来蒋敬夫和女朋友非常恩爱我, 而且现在都还处在铁而不腻的热力状态,希望你们的保鲜机是一辈子